他一生演出過無數電影和電視劇集 但都是飾演一些打手、導遊等小人物的閒角 對白都不多句 對於大部分觀眾來講 他只是一位說不出名的甘草演員 但原來這位甘草演員的背景殊不簡單 他在上世紀二戰之前已經擁有高材生的學歷 除了會講粵語和國語之外 更精通英語和日語 據說他曾經是舊上海青幫首領杜月薪的手下 在抗戰時期 又做過抗日的間諜 更令人難以想像的是 這位奇馬不揚的甘草演員 曾經跟當時的樂壇天后 民國四大美女之一的周璇 有過一段情 今集 蟬妃解密就和大家介紹這位 傳奇演員 閃為人知的故事 他的名字叫做 珍楚琳 在繼續之前 請大家按LIKE 訂閱 和今天的通知小鈴 謝謝 謝謝 珍楚琳 1921年8月20日 出生於香港 中學時期就讀喇沙書院 亦曾於中山大學 戲劇系和上海戲劇學院 進修 並且在上海 在聖若漢大學畢業 精通 粵語 國語 英語 和日語 在民國時期 擁有這些學歷的 都絕對可以稱得上是華人之中的高材生 前途可謂一片光明 不過在他的年輕歲月 遇上抗日戰爭的時代 就令他經歷一段非一般的人生 在抗戰勝利之後 回到香港 正即是教師 兼即是突若演員 因而開始了他的演藝生涯 除了演員之外 他亦擔任過副導演和編劇 演出過數以百計的電影和電視劇集 香港電台的獅子山下等劇集 很多都是出自他的手筆 是一位具有才氣的演員 是進步學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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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沒有叫 他是說 這位就是馮老闆 馮敬堯先生 1980年 曾楚臨在TVB劇集 《上海灘》之中 飾演 馮敬堯的助手 祥叔 而馮敬堯這個角色的 原型人物 據說就是舊上海的大亨黃金榮 而杜月薪就是受到黃金榮的賞識和提拔而聲名大噪 成為上海租界千邦的大佬級人物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 杜月薪積極參與抗日活動 據稱曾楚林就是在這個時期成為杜月薪的助手 因此曾楚林在上海灘飾演長叔的這個角色 都很可能是他年輕時期的一段生活寫照 而他也很可能就是因為這個身份 而進一步被邏輯成為當時國民黨的情報人員 因為當時杜月薪是有暗中幫助國民黨的軍情首長大粒 邏輯人員收集情報 因為曾楚林精通英文和日文 很可能就是因為這樣而成為大粒旗下的情報員 在公開資料裏面 找不到曾楚林當年做情報員的實際情況 而根據維基資料可以在1981年無線劇集 《風火飛花》找到一些端危 資料提到由於曾楚林在抗戰期間曾任職軍統 因此在本劇集中擔任顧問 劇中由鄭少秋飾演的長江九號汪東元這個角色 就有曾楚林當年的影子 鄭少秋飾演的角色叫汪東元是國民黨陸軍上教 後來加入了日軍做翻譯官 日軍佔領諾平之後 他就到學校任教日文 眾人都以為他是賣國賊 其實他是重慶國民政府派來 潛伏在日軍之中刺探敵情的軍統間諜 代號叫做長江九號 至於長江九號是純粹一個創作的人物 還是多少反映到曾楚林當年做情報員的實際情況呢 現在就難以再考證了 抗戰勝利之後 曾楚林回到香港 正職是做教師 也兼職做特約演員 開展他人生的另一頁 同時也發生了一段黑骨銘心的愛情 對象是他 1948年 有金桑子稱號的上海天后周璇 連同一班上海明星 跟隨永華影業公司來到香港 當年28歲的周璇 和27歲的曾楚林 在香港相遇 他們以人舊情伏次 還同居在一起 原來曾楚林在上海的時候 已經和周璇談過戀愛 著名導演李漢祥也說過 曾楚林和周璇在上海 已經達到談婚論嫁的階段 但是因為周璇的父母反對才告吹 他們兩個人在香港同居的時候 據說更加生了一個兒子 根據著名播音人李漢 在他那本《李漢港古第四冊》 《點滴流行》一書裡面 就有提到 在1950年 有一天 李漢在旺角 滿庭坊酒樓吃飯 就在上樓的時候 撞見周璇 當時周璇抱著 和曾楚林所生的兒子 剛剛要離開 李漢就和他航宣幾句 問他有什麼打算 周璇就說想回上海 果然在兩個月之後 周璇就離開了香港 此後再沒有回來香港 去到80年代 曾楚林在接受 城市周刊的訪問的時候 就坦然說 在他一生之中 最愛的女人就是周璇 他亦都說 他們兩個互相傾務 生活在一起 可惜周璇不聽他們的勸告 偽然返回上海 後來更因為受到迫害 連命都沒有了 太可惜了 周璇原本出生於江蘇一個知識分子家庭 但在他年幼的時候 竟然被吃鴉片的舅父拐賣到他鄉 從此和親身父母失散 到六歲的時候 被一個姓周的家庭收養 在1937年 他17歲的時候 主演《馬路天使》大鑊好評 之後就接拍多部電影 很快就成為上海的大明星 紅片《大江南北》 他唱的時代曲 包括《天涯歌女》 《何日君在來》 《夜上海》等名曲 也都響片《大街小巷》 是一位歌影雙妻的天后 他經歷過幾段婚姻和感情 全部都是以分手收場 最後更幻想精神病 在1957年 他因為突發急性腦膜炎 經救治無效 而逝世 在年只有37歲 可謂天道紅顏 而他和曾楚琳的這段戀情 亦都隱沒了在歲月的浮沉之中 鮮為人治 抗戰勝利之後 曾楚琳就由上海回來香港 從事教師、雜誌、記者等工作 後來加入了影圈 擔任演員和副導演 演出過大量電影 據維基資料 他在1947年開始 參演第一部電影《黃金潮》 至1988年的電影《法內情》 在這41年間 參演超過200部電影 此外在七八十年代 亦參演過數十部電視劇集 因外形局限的關係 他演出的角色 大部分都是低下階層的小人物 他尤其擅長飾演吸毒的導遊 他瘦骨輪順的外表 加上入年入隔的演技 以至被不少人認為他真的有吸毒 連李漢翔也特別為他澄清 經常在片場和曾楚琳聊天 長時間都未見他有毒癮發作 曾楚琳也是一位跳舞高手 曾經做過五六十年代 著名的紅星陳厚的跳舞替身 影視紅星張英才 也曾經稱讚曾楚琳是電影電視奇才 更佩服曾楚琳的文學修養 學觀中世 連書法也都造藝甚深 1982年他的演藝事業終於獲得肯定 在當年無線電視的台慶之中 曾楚琳獲頒發長期服務特別獎 要給曾楚琳 曾楚琳是大學程度能粗流利的英語 他演多數都是中下層社會暗戀的人物 非常出色的 演導友一流 恭喜你 曾楚琳 恭喜你 曾楚琳 曾楚琳我聽到你很多戲 為何多數你都是做導友這個角色呢 我告訴你,別告訴別人 我年輕的時候都沒有抽底那麼漂亮 又笑我了 阿B,其實那些導演找到我當然是做導遊 導遊不容易做 導遊?那不是直接 先生,你給我一包東西,我頂不住 不是這樣 阿B哥,我現在忍不住 麻煩你把我頂著當 麻煩,可以嗎? 哇,原來已經搞不住了 最後兩下搞不住了 真厲害 真厲害 你的金牌師爺,明天你找我做師爺 謝謝 一定,謝謝你 要頒獎給你 恭喜 再見 1988年7月,曾楚琳因為一種交通意外 而入了醫院養相 但明天接獲無線的通告要馬上入廠 他怕偏導誤會他扮大牌 就帶著傷痛 回到無線的化妝間等候開工 當時被記者見到他臉色蒼白 精神疲倦 才見識到曾楚琳這種專業的經驗拗業精神 在兩個月後 1988年9月12日 曾楚琳被發現在他御所的窗邊昏迷 他女兒發現後,宋縣不辭 中年67歲 詹菲解密Patreon之後台開咪 有了新節目上架 香港黑社會文化演義系列 當時有十二個公投 組織起來 這十二公投 很多時候去一個地方開會 一個地方的和記客棧 成立了一個工人自助的幫會 和阿成哥不知道 黑出生煙 不知道是不是在那裏 就在現在和記界 黑出生煙 這十二個小幫會成立了 合稱這個 他一頭目叫做 老歧十二王叔 好像我們母俠小說 好像滿清十多人 還有十二金叉 彈中樂的女子 女子十二學方 以前已經有老歧十二王叔 這名字挺有趣 我挺喜歡那些名字 很廣東 這個國有削號 就是幫會首領 有個猴子王 方萬仔 豆皮妹 大眼星 千不甩 勒仔 圓陀陀 仙丹 仙山多 蟻仔洲 扁塔塔 陀杯華 賓拿財 這些好像十兄弟裏面的角色 這些 當中有個首領 黃合陀陀的首領 這個首領 是由十二位小邦會頭目選出來的 這個人叫做萬宗 人稱他為歪嘴皇帝 萬宗有個萬宗傳奇 大約是盲的 因為他的眼睛 閉上眼睛合成一線 好像盲 花名叫做萬宗 只要加入 蟬妃解密Patreon 成為付費會員 就可以解鎖所有後台開咪 和其他會員讀響的節目 大家好 我是蟬妃 敬請支持 本頻道的高質解密製作 現在只要在影片下面 按一按個超級感謝鈕 Superfans 就可以作出單次性的打賞 此外也歡迎 點贊 留言 分享 有助提高本頻道 在YouTube的曝光率 有空的話請看廣告 又或者加入 蟬妃解密Patreon 就可以解鎖所有私密財蛋 以及瀏覽資料豐富的 蟬妃X檔案 以及可以收聽 所有完整版的後台開咪節目 知道更多解密的資訊